您好 欢迎光临 真准时 我还怕你不来呢 你请我吃饭我干吗不来啊 那个 吃大户 喝大户 你忘了 是是 那就吃好喝好 请 来 彤彤 给叔叔笑一个 来 笑一个 电话里说你要把小孩也带来 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看这孩子长的 女大十八遍 没事 长大了之后肯定跟你一样 也是个大美女 是不是 彤彤 行了 别抱她了 赶紧坐下吃饭吧 没事 你先吃你的 走喽 来 我们打得下喽 你看 我女儿听话吧 一点都不闹 遗憾就是知道她妈饿了 王雨铭 你点的菜真好吃 好吃就多吃啊 嗯 嗯 嘿 芬芳 我就喜欢看你吃饭的样子 吃什么都像 我每次一个人面对一桌菜的时候我就想 要是你再该有多好啊 肯定都能把它吃光 菜点少了 估计还不够 我能吃怎么了 能吃又没错 不像你们这些有钱人 现在日子好了 反倒吃也吃不下去了 睡也睡不着了 这不有病吗 芬芸 以后有好吃的 你还叫上我 我是一直就想请你吃饭的 可你不是 已经有了你们家那口子了吗 我是不好意思打扰你 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不就吃顿饭吗 别想那么多 尽管叫着我 行 没问题 但 可是我叫着你吃饭 肯定象征性的得烧上你们家那口子吧 我对你 可是一直都蓄谋已久 那你说我跟她要是席间哪句话说得不对付 动起手来 你是帮着她还是帮着我呀 我谁也不帮 我去坐这儿吃 直到看你们打派在一个位置 你就会耍嘴皮子 你才不是那种 看着男人能为你流血玩命的主呢 你跟我说说她 说说你爱人 你现在的丈夫 是你当初丹香司那位吧 传授 传授经验呗 怎么把人家给拿下的 怎么 别是情况又变了吧 王一鸣 我不想骗你 童童现在没有父亲 我过得不幸福 对不起 不是 真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想勾起你伤心事的 你看这 你要觉得不舒服 就别说了啊 吃下 吃上 吃上 可我还是想听听 她是我的初恋 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她 长这么大 可能她是我唯一爱过的一个男人 我把我全部的感情都给她了 我总觉得 有一天她可能也会爱我 但是我错了 她跟我想的不一样 她给了我一刹那的火焰 转眼之间 又把她熄灭了 就一天 就一天 王一鸣 你能想象吗 我就有过一天的爱情 人家把我给抛弃了 现在她在美国攻读博士 身边还有一个富二代的太太陪读 我呢 傻乎乎的 跟她有了个孩子 就是彤彤 王一鸣 你怎么哭了 你不要劝我 你不要劝我 你让我哭出来 哭出来我 我好受一点 王一鸣 你可真行 你说你一大男人 我有那么可怜吗 我没哭你倒先来劲了 我不是在哭你一个人 我是在哭咱们俩 你也让人给抛弃了 我没让人抛弃 可我让人骗破产了 你让人骗了 我最好的朋友 替我挡过刀 输过血的好朋友 张嘴就问我借几千万 我连问都没问 她这钱要干什么用 就把钱借给她了 芬芳 我到现在都不相信 那真是我十几年 交心换命的好朋友啊 她怎么就能把我的钱 骗走然后跑了呢 我真是想不通 那么多钱呢 想不通 王为民 那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不 芬芳 我王为民在乎的不是钱 是人心 实话告诉你吧 这是我在上海 请你吃的最后一顿饭 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你要去哪儿啊 去深圳 去重新打拼 彻底换个活法 王为民 这就对了 你看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 我觉得吧 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我们也肯定特别难受 不过没关系 我们面对我们都认 天大的事 笑一笑吃一顿 没有过不去的事 王为民 我支持你 干杯 妈妈 我们都会把所有人到来 那都会儿 我们都会发现 那些人 我们都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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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啦 你这还没送我到家呢 芬芳 我想再跟你说几句话 我要是不说的话 憋在心里边难受 那你别别坏了 你赶紧说吧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深圳 你什么意思 本来我今天见你 就是单纯来跟你告别的 可吃完这顿饭之后 我冥冥之中忽然有种感觉 你说上海这么大 我认识那么多人 可现在为什么我走的时候 偏偏就想跟你一个人告别呢 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 这是他又给了我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 你想说什么呀 我是想说 如果你还能接受我 我想你带着孩子 跟我一起去深圳 虽然我不当老板了 可就算是我打工 也一定会是高级百领 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的 而且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同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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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芳 嫁给我 好吗 让我们这两个人 同病相恋的苦瓜 彼此温暖 一起去感受和创造生命的甜蜜 你 你都会写诗了 不是 我 我这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王毓民 你真是一个好人 就像你的名字 魏民 你总想着为人民服务 你是不是觉得 我现在特别可怜 很可怜 你看 同情跟怜悯 它不是爱情 可是我不着急 我觉得感情这东西是可以培养的 王毓民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荣芬芳了 你想过你娶我之后是什么后果吗 我现在有女儿 她现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不会让她成为别人眼中的拖累 我没觉得她是拖累啊 我喜欢小孩 而且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可我在乎 老毓民 老毓民 我说出来 你别觉得我傻呀 生活教育了我 它让我跌倒 我得自己趴起来 我不能靠任何人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必须得想明白 而且现在 我发自内心的 我对感情有恐惧 我有孩子了 我不想谈情说爱 我就想踏实实地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我也不希望 别人来打扰我 那就是说 我这次出现的又不是时候 懂了 你还 踏实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一个懂周易的朋友 看过你的照片 看完之后他跟我说 说你的面相特别往复 我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一直在对你嘴心不思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我说的吗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外婆说了 就你这面相一看就是 大富大贵之温 那几千万你别放在心上 你肯定会东山再起的 而且 你也一定会找到一个 称心如意的好老婆 因为 你是我唯一见过一个 比我还傻的人 傻人一定有傻福 行 那借你几眼 行 借你好车 送我回家 你 你 我们出去 你看 走 我去吧 你去吧 中文字幕——YK